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居,隔壁的老王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款蛋挞的制作 蛋挞呢,大家都爱吃 可是因为制作的方法比较麻烦 很多家庭不愿意尝试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款 简单易行的制作蛋挞的方法 让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烤出香喷喷的普世蛋挞 蛋挞皮呢,我们提前可以在商店买好 这种蛋挞皮一个成本在五毛钱,很便宜 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蛋挞叶是怎么制作的 需要蛋奶油150克 牛奶200克 白砂糖30克 鸡蛋三颗 蛋挞皮备用 三颗鸡蛋,我们取两只蛋黄 一只全蛋液打入到白砂糖内 砂糖和蛋液充分地搅拌融合 倒入准备好的牛奶 边倒边搅拌 将搅拌好的牛奶蛋液和蛋奶油混合搅拌均匀 蛋挞叶就制作完成了 将蛋挞叶装入到蛋挞皮中 装到九分满就可以了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烤25分钟 10分钟以后起泡泡了 这是烤了20分钟的样子 已经快好了 25分钟以后蛋挞出锅了 个个饱满金黄 看看 这是我们刚才烤好的蛋挞 是不是和外面卖的很像啊 做起来真的非常简单 而且是零失败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家试一下 我先尝一口 真的很好吃 那个蛋挞叶软软糯糯的 这么简单的教程 你也在家试一下吧 我是你的邻居 隔壁的老王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